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尖早视察福岛第一核电厂 了解将已处理核废水排入大海的事宜 岸田文雄表示 排放的时间已经到了 应该由国家决断的最终阶段 但是他并没有透露具体的时间 只表示一切必须完美处理 岸田文雄表示 在做出判断之际 将会综合考虑 尽可能避免影响渔业的观点等等 他还透露 有一核依然持反对态度的 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会长 版本亚信会面 虽然岸田文雄没有透露具体的 排放日期 但是政府消息人士早前指出 日本政府正考虑 在8月底到9月初采取行动